我们维持年初时候的预期 认为全球经济会在今年强劲复苏 原因包括庞大的财政支持 宽松的货币政策 防疫封锁措施逐步的解除 以及疫苗接种计划加速的实施 但正如我们最新的周期展望报告提到 投资者可能在未来几个月 应对一个通胀的假象 即后说虽然我们认为 未来一至两年的整体通胀率 是会低于央行的目标水平 但是预计通胀可能会在短期内 短暂飙升 而投资者持续关注通胀风险 有机会引发市场加剧的波动 我们预期在2021年 中国GDP将会受消费带动 由去年的低基数回升至8%以上 但是随着中国政策开始正常化 加上环球制造业活动的回升 中国的复苏势头相比去年会减弱 不过商业气氛好转 加上中国再次专注在工业升级 和供应链安全 应该可以带动制造业投资转强 而另一方面 政府缩减财政支持政策 和收紧房地产市场 可能会导致基建和房屋固定资产投资放缓 中国政府承诺不会对政策作出大幅改动 以促进经济稳步的复苏 同时 政策官员也重新关注防范风险 所以在2021年 我们预期信贷增长和财政赤字 都会在经过2020年的急性之后放缓 而政策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 就会维持不便 而中国面对的短期下行风险 就包括中美磨擦 消费复苏佛力 和环球竞争加剧 令到中国的出口表现失息等等 市场关注通胀情况 加上美国的增长强劲复苏 都可能令利率和外汇市场的波幅加剧 对于与美国国债相关性较高的亚洲市场 我们会谨慎控制全续期的配置 中国在岸利率债今年表现良厉 但我们认为市场依然反映了 若干收紧货币政策的因素 因此还看到是有投资价值的 货币方面 我们相信联储局会以缓慢的步伐加息 美元应该会在未来一段时间 进一步温和贬值 看回亚洲市场 投资者可以考虑以谨慎的方式 对亚洲新兴市场货币 作出策略性的配置 整体来说 亚洲信贷目前的估值 仍具有吸引力 虽然美国和欧洲的信贷息差 已经接近疫情之前的偏责水平 但亚洲信贷的息差 仍然有相当的空间收紧 和历史平均水平 仍然偏阔 我们继续在不同行业 找到个别的投资机会 行业来说 我们对受惠于 加快疫苗接种计划的 周期性行业持偏高的比重 例如商品、旅游和娱乐 我们仍然看好印度 可在生能源热 因为仍然有坚定的政策 结构因素支持 而ESG投资者的需求 和绿色债券日价的上升 亦是利好因素 最后 我们认为个别中国房地产信贷 仍然有投资价值 但政府政策 和特殊风险 会推动不同的公司 令表现差异 所以我们需要做好 由下而上的研究 小心挑选投资